看了原著才知道 完美最强七人是谁 第七名是柳神 他的真身是一棵柳树 自仙谷纪元崛起 战力接近准先帝 他曾多次帮助十号 但最终与小塔联手也不敌雨帝 陨落后化为枯柳庄 后被荒天帝复活 第六至第四名是红帝 苍帝 雨帝 苍帝最弱 尽管死在荒天帝手中 但装兵能力最强 红帝稍强于苍帝 雨帝最强 他曾斩杀准先帝 连柳神和小塔联手 也只能短暂阻挡他 第三名是灭世老人 他是十大凶兽之一 九幽傲的老祖宗 也是纪尸骸先帝后 最早的主先帝 但他堕落的也最早 传闻他曾多次试图 冲击先帝境界 却未能成功 最终因与十号为敌 而被荒天帝斩杀 第二名是尸骸先帝 他是天帝出世以来 第一位踏入先帝境界的强者 也是所有黑暗动乱的根源 在刚成就先帝时 他被两位先帝偷袭 并被黑暗物质侵蚀 为了保护世界 他斩断了未被污染的元神 但最终仍被黑暗侵蚀 十号成就先帝后 才将他彻底斩杀 第一名是荒天帝 他应急而生 一生战斗不断 孤独前行 为了寻找黑暗物质的源头 斩断万古长河 独自前往上舱寻找源头